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的这本名为《自身深处》的书 我将在20分钟内向您解释其中的精华 为什么一场惊天动地的同性恋爱情会让人扼腕叹息 欧洲的文艺界从来都不缺乏一端 1871年,法国诗人威尔伦与17岁的才华横溢的兰波坠入情网 威尔伦和兰波住了两年,在一次争吵中,他绝望地开枪打死了他 一颗子弹穿透了兰波的手掌,威尔伦被判处两年监禁 在这段感情破裂后,兰波与儿时一起创作出了著名的诗歌 在地狱里,他想起了和威尔伦在一起的日子 之后,19岁的兰波在37岁去世,没有任何作品 22年后,奥斯卡瓦尔德让又一次重演了因为同性恋不伦之爱而引发的悲剧 1895年,道格拉斯·波西的父亲,道格拉斯·波西 由于他的儿子和王尔德的不伦友来往 费尔控告王尔德,是波西的授意 瓦尔德提出了反对意见 但最后还是被判了有辱人格的罪名 从最辉煌的巅峰,到最艰难的监狱 再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在监狱里,瓦尔德为爱人波西写了一封长信 忠信意做了自己的内心 瓦尔德在这封令人震惊的长信里 时而悲愤,时而慷慨激昂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瓦尔德的脆弱与孤独 以及他生命中的一切真相 瓦尔德因为坐牢 所以他的画风变得更有深度了 真理,爱情与忍耐,现实与灵魂,艺术与宗教 以及从自身的分析中窥见了痛苦与艺术的悠长情感 实现了由艺术家的生柔到宗教的审美 奥斯卡瓦尔德是一位生于阿尔兰都柏林的诗人 他在戏剧、诗歌、童话和小说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是19世纪英国最杰出的作家和画家 他是20世纪、80年代美学运动的主要力量 也是90年代颓废派的先锋 对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来说 没有人比瓦尔德为千古更有吸引力了 从《欢乐王子》到《多林》的肖像画 再到《沙勒美》这样的经典剧目 瓦尔德的博学和他的工作都证明了他在世人心中的地位 他是一位在艺术上很有天赋的人 同时也是一位追求内在美的人 还有《夜莺》和《玫瑰花》中 将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爱 也有为了救别人而牺牲自己的快乐王子 瓦尔德的灵魂中仿佛总有一种救世主的气概 激励着他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 用自己的生命去追寻自己的真实 这一段深情的感情 在监狱里的那封长信里写得清清楚楚 好了 先来看一下本书的背景和作者简介 下面我就给你讲解一下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三点 一种是爱情 一种是一种信仰 一种是需要经历一切痛苦才能得到信仰的 二 生活的底色是悲伤 而不是喜悦 我再一次的受苦 得到了觉悟和升华 三 爱情有没有正确和错误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要任务 爱就像是一种信仰 它值得你经历一切磨难来相信它 瓦尔德孤零零的站在人群中 让他看起来格外的平凡 他的身材有些臃肿 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但他一开口 就会变成罗马的国王 他的声音像罗马语一样精巧 他的机械像一套防御的铠甲 他是无敌的 叶芝曾经说过 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一个行动的巨人 但他的心 却是无穷无尽的柔软 当领导者有了一颗对爱的渴望时 就会有烦恼 1891年秋季 瓦尔德向他说明了 阿尔弗兰德·道格拉斯 瓦尔德称他为波西 长得英俊的像希腊王子一样 性格也像王子 他狂妄自大 狂妄自大 就像是百合花和水仙的结合体 征服了瓦尔德 博西21岁 奇迹般地和瓦尔德 在1884年画的道林雷格画像中的雷格一模一样 他的嘴唇是鲜艳的红色 他的蓝色的眼睛是真诚的 他的金发是卷曲的 他的一切都是他的天真 这让王尔德很是郁闷 他称赞了他的爱人 他的嘴唇是玫瑰 灵魂是金色的 热情是狂热的 就像瓦尔德说的 我能抵御一切 但波西却是他不能抗拒的 瓦尔德对波西就像一件宝贝一样 他对他爱慕有加 对他大手大脚 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他的身上 甚至为了他而死 这是他最珍贵的记忆 但是波西却总是一副心血来潮的样子 除了漂亮以外 没有别的孩子 他还是个涉事未深的年轻人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瓦尔德的作品 只能狠狠地摔在地上 王尔德的盲目爱情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他的一厢情愿的付出 只为王尔德在监狱里度过了孤独的一生 在监狱里 王尔德开始理智地回忆起那段让他蒙受耻辱的爱情 在这封信里 王尔德怀着一种既爱又恨的感情 属于波西的虚荣 浅薄 无情 任性 暴力和奢侈 他对波西斤斤计较 对他所花的每一分 对他所做的一切 对他们之间的分分与合 他就像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去仇恨波西 没有丝毫的怜悯 但是 瓦尔德对波西的逃避无法逃避的情感 完全被理性和情绪所支配 无论波西向他提出什么要求 或是在他的情感上 似乎都在向波西挥手 瓦尔德摇晃着尾巴 就像一只等待主人抚摸的猫 将波西带来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在19世纪晚期维多利亚时期 英国社会中 同性恋是一种禁忌 在1895年 刑法修正案中 凡有猥亵倾向的行为 均属违法 同性间的正式交往均属违法 瓦尔德和波西的关系过于密切 引起了波西的父亲的反感 波西和自己的父亲早就有了隔阂 瓦尔德夹在他们中间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 瓦尔德因猥亵而被抓进了监狱 他的财产和家庭都毁了 这是一种强烈的爱情 他所过之处 尘土飞扬 瓦尔德从文坛领袖 社会名流 遗落千丈 变成了一个赤瓶球 尽管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爱有无数的过错 尽管他在心里埋怨 责备 怨恨 瓦尔德对波西充满了热情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 他写道 命运把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鲜红的画卷 你是真的爱我 所以我除了爱你 别误他法 在监狱里 瓦尔德日日期待着波西的消息 希望波西可以在监狱里和他团聚 他说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因为我回来了而感到愤怒 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我们 所以我觉得 我必须和你在一起 才能开始工作 你必须为我们的生命而努力 唯有如此 我们的友情与爱情 才能在世界上显示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含义 1897年 有五万多个字母 瓦尔德拖着残缺不全的身躯和思想 他和波西的关系 不像威尔顿和兰博一样 而是以一颗耶稣的心去宽恕犹大 瓦尔德的愿望是 他们在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 然后开始了他们的创作和生活 三个月之后 两人在争吵中分道扬镳 从此再也没有相见 1900年 瓦尔德46岁 在巴黎一间便宜的小旅馆里 忍受着贫困和孤独 这时 他的老婆去世了 他的两个儿子也都离家出走 改头换面 波西在与瓦尔德分手后 结了婚 并有了孩子 并在1945年逝世 千百年来 流传着无数感人的爱情故事 可是 瓦尔德对同性恋的狂热 却如同一颗璀璨的珍珠 在黑夜中熠熠生辉 瓦尔德曾经说过 我可以摧毁自己 似乎 这种爱情是命中注定的 飞蛾扑火 好了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 爱就像是一种信仰 它值得你经历一切磨难来相信它 下面我们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 人生的颜色不是快乐 而是悲伤 只有经历了痛苦 才能得到解脱和升华 瓦尔德曾经告诉我 我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个是被我的爸爸送到了牛津大学 另一个是被社会抛弃的 痛苦使人认识到自己 瓦尔德在经历了人生的苦难后 终于可以在监狱里对自己进行自我反省 瓦尔德不仅是一名审美主义者 而且还是一名理想主义者 由于他过早地取得了成就 他的举止骄纵 对自己的个子很有信心 瓦尔德把自己看作是那个年代的艺术和文化的标志 把它变成了一种哲学 把它变成了一种艺术 瓦尔德的人生态度始终追随着享乐主义和感性主义 由于对美丽的追求 他的周围总是有一大批与他身份相同 爱好相同的年轻人 他们终日沉沉沉于花天酒地 奢侈而奢侈 英国作家佩特所说 他的学问太丰富了 而把这些知识用在了情欲的愉悦上 他是那种不愿劳作 却要品尝丰收的喜悦 此人 要不是被关进监狱 瓦尔德说不定还会继续折磨他 海的生命 精美的艺术 也许他和波西还会在上层的风花雪月中 沉溺于那不知名的爱情里 让自己在精神和道德上彻底沦丧 然而 命运的突然转变使他的生命变得前所未有的低迷和贫困 王尔德在监狱里遭受了母亲破产和离婚等打击 康斯坦斯和他的两个子女改名荷兰德搬到了意大利 他的社交圈子和文学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对他敬而远之 像肖伯纳这样的人 还站在他这边 为他出头 突然失去了钱财 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子女 失去了朋友 失去了地位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日复一日的牢狱之灾 在监狱里 生命只有一次 是悲伤的季节 哀伤就像是海浪一样 一波波地拍打在瓦尔德的房门上 在这个时候 人生真正的意义 已经不在于奢侈与享受 而在于痛苦 瓦尔德在信中说 我已经把世界上所有的苦难都经历过了 我对他的话的理解甚至超过了华兹华斯 痛苦在黑暗中 在黑暗中是无边无际的 瓦尔德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苦难岁月 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理解 比如 他在牛津大学时说过 要品尝世界上所有的树木的果实 只要一帆风顺 他就会被限制在那些认为是生长在阳光下的树木中间 而不是在黑暗的另一端 那些幽灵就是失败 屈辱 贫穷 悲伤 悔恨 绝望 良心的谴责和现实的困难 但是 两年的牢狱生活 让他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 他意识到 他所提倡的纯粹的美学理论 在现实的冲突中变成了一场噩梦 瓦尔德把所有的耻辱和苦难都变成了精神上的经验 变成了精神上的提升 他相信 心灵是社会的养分 能够使残忍 堕落的事物 变成崇高的思想和崇高的感情 并且能够以最高贵的方式去表现自己 最好的展示自己 而将来 也会让他的余生不至于枯萎 残缺 就是要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无论是快乐 悲伤 幸运 痛苦 都尽心尽力 让自己变成自己的一份子 从这封信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 瓦尔德生命观念的变化 所带来的苦难与精神上的坚定 在监狱里待了两年 瓦尔德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认识 明白了世间万物皆有其意义 而悲伤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哀伤是人生和艺术的极致 也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而他之前的人生 也是如此的浅薄 他想要活着 这对他来说 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这个新的世界 是他所教导的所有东西 从此 瓦尔德放弃了 以艺术为目的的追求 他渴望在人生的悲壮中 寻求一种新的生命 从监狱里出来后 他能如此平静地面对生活 完全是瓦尔德的一次蜕变 在肖伯纳看来 一部充满了灵性和滑稽的戏剧 是不能小看的 在展现作者过人的才华的同时 也是一种残忍 换句话说 肖伯纳觉得 瓦尔德财团的舆论有些冷淡 而瓦尔德 在经历了巨大的变故之后 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性格 这封信可以说是一本真挚的作品 在瓦尔德的所有著作中 这是唯一一份能够让人读懂他内心最深处的东西 尽管在读他的戏剧时 你可以读到一些动人的谚语 但是这封信中的每一句话都不像是一篇自相矛盾的文章 更像是一篇发自肺腑的自言自语 更让人感到快乐和感动 从被关进监狱时几乎要窒息的痛苦 到宁和在监狱里的平静和痛苦 瓦尔德终于明白 生活的根本不是希望 而是悲伤 因此 他学到了在痛苦面前的谦逊和永远的幸福 好吧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要点 人生的根本不是欲望 而是痛苦 只有经历了痛苦 你才会变得更强 说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件事 爱是否真的是正确的或错误的 如果用道德和世俗的标准 来评判爱情的正确与否 瓦尔德和波西之间的禁忌之爱 在那个时候肯定是错的 在维多利亚时代 瓦尔德的性生活被主流社会认为 是一种性变态 直到今天 仍有几个国家将同性恋视为违法 并对其判处死刑 当然 大部分的国家都给予了同志们 很大的包容和谅解 英国在2014年通过了同性恋结婚 如果瓦尔德在九泉之下 知道了他的所作所为 一定会感慨万千 性取向是人的自由 所有的东西都是自然而然的 没有什么对错 都是值得尊敬和维护的 那么 我们就从瓦尔德和波西的关系中 看看他们的表现和态度吧 有些情侣爱好相同 可以互相帮助 一起进步 有些情侣表面上是恩爱 实际上却是恩怨分明 在一起只会让彼此失去 瓦尔德 波西就是其中之一 瓦尔德是艺术的一部分 波西在艺术方面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 要比瓦尔德差得多 波西对物质的渴求 看起来很正常 但在瓦尔德看来 却是一种虚伪的东西 波西就是那种最浅薄的人 认识波西之后 为了让这个宠爱的人满意 瓦尔德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几乎满足了波西的一切奢侈 直到倾家荡产 三个月的旅行 瓦尔德花了一千三百多英镑 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高的 非常令人吃惊的 因为波西不但在金钱上 而且在物质上 在波西的帮助下 他的艺术作品几乎停止了 因此他说服波西的妈妈把他的儿子送到英国去 这样他就可以重拾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 果不其然 在波西出国期间 瓦尔德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老公 而且在其他三个作品中 他还构思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剧本 然而 当瓦尔德看见了希望 决心放弃对自己的生命的掌控时 波西又回到了他的身边 这两本书还没有完成 瓦尔德已经不能动笔了 他在波西的日日声歌瓦尔德的书信里写道 和我在一起 你就是我的天敌 瓦尔德的亲人 得到了波西同样的真心 这还不算什么 但是 波西无疑是一个不合格的爱人 他的脾气很暴躁 很自负 很容易发脾气 很刻薄 波西刚得了感冒 瓦尔德对他很好 但当瓦尔德被波西感染后 他躺在床上 波西对他视若无睹 他彻夜赌博 晚上回家 就是想要瓦尔德的赌注 让他躺在床上 波西在一封写给瓦尔德的信里写道 没有了基座 你就失去了象征意义 下次你病了 我就走 波西对瓦尔德的爱恋 其实是一种更多的虚荣心 这样的冷淡 让人失望 瓦尔德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份感情 在这封信里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波西的感情 我向你表达的爱 你值得吗 我知道你不值得 他很清楚 这份关系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他早就知道 这是一个无底洞 为了真正的爱情 他一定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瓦尔德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心中的阴影 他一次又一次地原谅 但每一次都是满身的伤痕 就像是西西佛斯一样 周而复始 最终身败名裂 波西是不是真的爱上了瓦尔德 瓦尔德也曾这样问过他 也许他也希望波西会爱他 但他对瓦尔德的感情 却没有他对他的父亲那么深 瓦尔德觉得自己只是波西的一颗棋子 在他的父亲和他的争斗中 他觉得很丢脸 他怂恿瓦尔德和自己的父亲联手 结果被自己的父亲救了回来 还把瓦尔德郎当送进了监狱 从万众瞩目第一人 到被人唾弃地下求瓦尔德 他的心已经彻底地绝望了 更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在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 波西从来没有给他写信 也没有对瓦尔德表达过任何的歉意 爱意和思念 波西只看了一半 就将这封信给忘了 从这一点来看 瓦尔德与波西的态度 都已经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瓦尔德之所以一厢情愿 是因为他的自大和失去了控制 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都会让你尽快地和他们道别 任何一段长久 健康的感情 都不会因单纯的索取和给予而维持 不能真正理解 不去实践 就会把自己推向万丈深渊 可是感情这种事情 却是无法控制的 俗话说 一见钟情 一往情深 就算明白了 在感情面前 也只能妥协 这种感觉 只有相爱的人 才能明白 瓦尔德的固执 让他成为了一部 足以载入史册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来看看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首先 我们说过 爱就像是一种信仰 是一种需要经受 一切痛苦才能相信的东西 在体质和爱人的残缺面前 瓦尔德依然义无反顾 哪怕是身处万丈深渊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爱一个人 他的爱情就像 是对宗教的虔诚 没有目标 然后 我们谈到生活的颜色 不是希望 而是悲伤 我曾历经磨难 方能有所感悟 有所升华 在监狱里 瓦尔德开始了一次 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在没有了放荡不羁 纵情声色的痛苦之后 他才真正体会到了 悲壮的生命与艺术 在痛苦中 他学到了谦虚和宽恕 明白了幸福的根本根源就是悲伤 我们在结尾讨论了爱 是否存在正确和错误 波西的一次又一次的出卖和侮辱 让瓦尔德一次又一次的忍让和宽恕 这种扭曲的爱情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 而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不平衡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爱情 瓦尔德与波西之间的感情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就会有任何的感情不平衡 就会有任何的感情不平衡 就会有任何的感情不平衡